针对华为的调查还没结束 彭博商业周刊报道 美国一间新创半导体公司ACON 最近与联邦调查局FBI合作 设举找寻中国电讯大厂华为 涉嫌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 根据了解ACON公司 研发了米粒级钻石玻璃的钻力技术 可以用于生产智慧型手机的荧幕 坚韧度比业界目前的玻璃产品高6倍 耐刮性高10倍 不过由于这种玻璃中 含有能应用于制造国防设备的钻石 因此属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材料 但是华为似乎看上了这项专利 ACON2月4日发出的声明表示 他们怀疑华为企图窃取 因为华为定制了米粒级钻石玻璃样本 却没有按照协议完整归环 反而对样品做了未经协议授权的测试 声明说样本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运到了中国 后来ACON公司主动联系FBI 并配合展开调查 在FBI的要求之下 ACON提供了与一名华为代表的 往来邮件及简讯 并且重新与他建立联系 华为代表表示 华为希望继续与ACON磋商 并提议在1月的 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期间碰面 于是ACON公司创办人亚当 与营运长薛伯夫 在FBI的要求下 佩戴隐形式摄影机 在一间汉堡店与华为代表 及他的美国同事见面 整个会面的过程都被记录下来 美国之音引述彭博的报道指出 华为代表坚称 对样品受损的原因不知情 并否认违反美国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当局在起诉孟晚舟与华为的当天 突袭搜查华为位于圣地牙哥的实验室 这个地点正是ACON公司寄送样品的目的地 然而FBI的这项调查目前没有结论 彭博的报道认为 如果找到华为窃取美国企业智慧财产权权的证据 将为川普政府试图阻止华为 在美国及盟国销售5G设备提供支持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正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